快看,不要怀疑,这是用AI生成的漫画 嘿,我是忍者妈妈,带你使用AI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 今天要来讲如何透过这些创作赚取外快,替自己增加收入 首先进入Comic AI的网站,用Google账号登入 登入时会跳出这个画面 请不要跳过,请不要跳过,请不要跳过 很重要,所以要说三次 并且在新视窗开启,然后把这个网址存下来 因为之后有一些连结,需要从这个网页点进去 这个是他最近发起的创作者基金 之前大家如果想赚外快的话,都是完成作品到其他漫画平台发布 例如Webtoon,但是他的获利门槛实在是有点高 等到有量时,才会真的有收益 现在Comic AI自己也搭建了一个发布平台Selection 让大家有机会在上面发布自己的作品 透过创作为自己增加额外的收益 但这必须经过申请及审核 只有好的漫画才会被选中发布在Selection 才能赚取无限的版税 就像日本的少年周刊一样,现在只是改成用AI工具创作 发布在网路平台上面而已 我们就来快速看一下他的游戏规则有哪些 首先必须提出申请,下载他的表单,提交你的内容计划 发送到官方的邮箱,Email的主旨要依照他的格式 然后使用Comic AI制作一系列章节的漫画 加入官方Discord,并在他的这个频道中发布你的漫画 完成这些步骤之后,就等他跟你联络结果 发布的内容越多,被选中的机会就越大 被选中以后,漫画会自动上传到Selection 被选中之后,会有哪些奖励呢? 200到400美元的现金奖励 免费使用Comic AI Pro计划 那版税的部分 选定的创作者将能够在Selection上面发布他们的漫画 并从读者订阅中赚取版税 提案获取批准后,前五张免费向读者开放 第六张开始,将由你的观众来付费 这里有分独家跟非独家 独家出版的章节有资格获得每月奖励和利润分享 那非独家的章节仍然可以分享收入 读者每张需支付0.5美元的费用 如果你的作品很热门,它还会有晋升跟提升的机会 留住好的创作者就能留住观众 每个月会有激励活动 四月的活动是这个 当然,前提是必须将漫画上传到Comic AI平台Selection 才能够获得奖励 所以我们在创作漫画的时候 观众愿不愿意付费继续看下去 就看你前五张写的好不好 赚取的收益要如何提出呢? 它没有付款的提款门槛 最低付款提款限额或最低利润创造要求 意思就是说,它不会像有些平台 会规定你一定要满多少钱才能够提出 那你唯一要考虑到的就是手续费跟税金的部分 那创作者每月月底可以申请一次 对于漫画的创作它有什么基本的标准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原创性 你的漫画必须是原创作品 避免同人小说或受版权保护的材料 第二,长度至少50个章节的连载作品 故事情节必须连贯 每个章节至少要有30个分镜 第三,当然是全部或部分要用到Comic AI 第四,它的语言仅限英文 这些是基本的要求 那要如何创作一部好的作品呢? 它这边也有告诉大家 第一,每个分镜要有高品质的艺术创作 并且各章节中的角色必须保持一致 第二,每个分镜之间要无缝过度 避免突然转变 意思就是故事情节要连贯 读者才能够入戏 才会想要继续看下去 如果剧情跳太大让读者看不懂 他们很快就会放弃了 第三,角色的吸引力 你的角色是否独特 而且令人难忘 第四,引人入胜的结局 用引人入胜的悬念来结束章节 读者就会期待第二集 像《庆余年一》 第一季的最后一集的最后一幕 就会让人很期待 它第二季要如何接下去 另外,他们虽然鼓励多样化的故事选题 但是根据他们的市场策略 2024年上半年 他希望以失败者的复仇 或是AlphaLove为主题 最后当然要符合 善良风俗及道德规范哦 那如果没有被选中呢 也没有关系 我们一样可以放在自己的自媒体平台 累积属于我们的粉丝 当你有流量的时候 还怕平台不找你合作吗? 只是这边要注意一点 付费方案才能够商用哦 至于版权的问题 没有答案 法律常常都是事后裁定的 也有一些人专门玩弄法律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 快速建立自己的自媒体和铁粉 所以这样的AI工具 它有后续市场的铺垫 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对象 不要忘记 我们使用AI的目的 就是要减少重复性的工作 千万不要因为用了AI的工具 让事情变得更复杂 说到底 其实就是逻辑而已 当然也不是让你成为一只Copycat 在创作这个领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片天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谁可以垄断谁 但如果都在互相抄袭 审美会疲劳 观众也会疲乏 最后只会搞死自己 我们频道主要的目的是 用AI工具完成各种影片 范围可以包含连载漫画 动画 电影 广告片等 最需要的就是角色一致性 评估到目前为止 这种专门创作漫画的工具 以及训练自己的GPTS 会是最短路径 我们之后还会来讲 如何创作出出色的漫画 以及如何把它转成动画 我们除了学会使用AI的工具之外 相关领域的专业 我们还是要多花点时间去学习 才不会创作出别人口中的垃圾 未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这一块 想学习的同学 一定要记得Follow我们频道 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快去试试看吧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站在AI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吧